所以今天在那個活動 有就是不斷的想到跟阿嬤想說的 有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在收到訪行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說 有些回應你都不太常想起 你會漸漸的忘記 和她的聲音和她的樣子 但我昨天在想的時候 我就想說對 我阿嬤有一個超漂亮的白髮 然後她其實是一個很溫柔的女生 然後她只講台語也聽得懂 只聽得懂台語 然後我有一次用一個濾鏡的軟體 跟她拍照然後把阿嬤變成猴子 她說怎麼搞的 她笑得很開心 我爸爸在阿嬤離開的時候 把我爸的那個影片錄下來 那就是想要忘記 跟媽媽笑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這個回應是很珍貴的 因為小時候跟阿嬤有很多連結 然後長大的過程當中 就算在以前的年代 在睡覺稍微重男輕女 因為她喜歡我哥哥 所以我跟姊姊也有非常知道 但是我在小時候的觀念是覺得 阿嬤會不會其實 你又沒喜歡我 但是我記得有一次停電的時候 她還是會立刻來關心我 就說蘇美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會不會怕 要不要來阿嬤這邊睡覺 會不會擔心我一個人 跟我姊姊會怕這樣 然後我還有影響深刻的事情就是 阿嬤她小時候的小學喔 她會牽著我的手 帶我去上學 我覺得這是一件 我已經以為她不喜歡我 但她其實用她的方式在愛我 我也可以直接感覺我倒不行 嗯 妳是有朋友的 就有在聊說婚事 欸沒有欸 沒有這麼嚴肅在聊婚事 就是大家一起來我們家大概有二十個人 來我們家做聖誕交換禮物 有欸 以這個為目標 但是還沒有確切說 我們要什麼時候 一起大概什麼年份 結合這個禮物 三十五年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還是很想要生放好 所以我會希望 而且我也沒有要動來的計畫 所以我希望可以自然的生產 會不會有先有後分 這個 你現在有在閉嗎 我有啦 有啦 有你在閉喔 你在閉 你在閉就不會 我先去旁邊閉 還想 還想喔 我先 你不能聽 沒有 我先這樣 你不會覺得 像是 我一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